45 澳門日報 南航暑期增餘6000航班 2015年7月10日航運E.02本部記者廣州電 暑期愛出旅遊的遊客大幅增長 南航在廣州總部宣布,7至9月計劃在國內 國際和地區疫點航線想增加航班超過6300班次 佳時、旺季期間南航預計將執行航班超過18萬班次 運送旅客預計超過2330萬人次 今年旺季南航計劃在一帶一路涉及的國際及地區 十餘條航線想增加航班近600班次 新增運力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南亞等地區 6月底南航已新開廣州至越南亞將往返航線 每週三班 7月初,南航開通深圳直飛泰國價米的航線 每週三班,為滿足中美航空市場快速增長的需求 目前南航已新開每週往返8班 廣州、舊金山直飛航班 廣州、洛杉基航線也增至每週往返22班 紐約航線增至每週往返20班 目前南航在北美已涵蓋四個航點 包括洛杉基、紐約、舊金山、溫哥華 航班量達每週七十班次 創下南航成立以來北美航班量新高 8月初,南航環計劃新開廣州往肯尼亞首都內 羅北的直飛航線,每週一、三、五共三班 為旅客前往非洲旅遊提供更便值的空中通道 在國內市場,除了下季一直廣受歡迎的海邊 游和東北游外、西南游、西北游和草原游也 日漸火熱 今年旺季,南航計劃在國內 六十餘條航線想增加航班超過五千七百班 熱點目的地涵蓋西北的西寧、銀川、蘭州 以及內蒙的夫和浩特、滿洲里和海拉爾等機場 在高原游方面,南航計劃在西南及高高原市場的 七條航線想安排增班九百餘班 主要航線為重慶往法拉薩和九寨、廣州、深圳及重慶往法麗江 往法拉薩和蒙後,從獻王反大里等 從獻王反大里等